APAC台湾领袖代表张忠谋抵达旧金山 这是张忠谋第七次代表台湾出席APAC领袖会议 到目前为止白宫公布的拜登双边对话是明天的拜席会 不过根据TVBS了解 拜登也会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以及南韩总统尹席月有对话的机会 至于张忠谋呢 白宫资深官员表示台北代表参与APAC 张忠谋和美方官员会有适当的交流 而这也是符合过去的惯例 这名拜公资深官员没有直接回答张忠谋和拜登 会不会有一对一会谈的机会 但是根据网例 去年在泰国张忠谋和美国领袖代表贺锦丽有双边会谈 2018年在巴纽张忠谋和美国领袖代表彭斯有双边对话 今年美国领袖代表是拜登 依循网例的话张忠谋当然有机会跟拜登在会议空档进行对话 另外拜席会关于台湾的部分 这名拜公资深官员表示 美国清楚表明台湾选举的重要 而中方其实也了解 有时候他们在台湾的作为会受到反效果 拜登会非常明确的表达 美国支持台湾民主的决心 也会强调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决心 跟持续下去的这个承诺 美国和台湾非常强健的非官方关系 符合美方利益 而这名拜公资深官员也强调 美国的政策不会有改变 这是好几十年来跨党派的政策 TVBS新闻嘉辉美国旧金山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